小兰和小董说 他们之前加了一位叫鲍勃的理发师的微信 对方在临安私博美业工作 前几天两人去找这位理发师 想要好好的做一个发型 它有好几档价格 我们选了一个最低的799 后来我去付钱的时候 他说我给你的这个价格是会员价 他说799是折后半折价 他说会员半折价 然后后面就只能充卡嘛 小兰和小董花的钱一样 小兰介绍剪头发399元 染头和烫头分别是799元 这样加起来近2000块钱不到 不过这是会员价 如果不是会员 按照原价来算要付3000多块钱 他算了算后 觉得半会员充2000块钱也能接受 然后后来他说 那你充卡的话一定要充3000的 他说卡里面要预留40%到60% 两位姑娘说 当时发型师没有给他们看过价目表 剪头发之前也没说过报的是会员价格 至于充值半卡还有预留余额 他们也觉得不合理 另外小董表示他对发型效果很不满意 我这头发我觉得完全就不好没烫好 你觉得我的头发像2000的头发吗 就完全不适合我 然后你看就烫的也没有什么型 没有以前好看 以前是怎么样 以前就是正常的女孩子的头发 现在就是人家 我同事都说我像40岁的老阿姨 你十几年龄多的 我是30 老了10岁了 15岁吧老了 我是希望他除了退还卡里的余额之外 然后再退我就是做头发一半的钱 我也不要求你全退给我了 至少退我一半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头发没做好 对于充值会员才能享受折扣的问题 林安思博美业的许店长说 他们在前台专门做了告示牌 上面明确了充值会员需要预存部分余额 我们所有的会员 那个当日办卡是不能超过60%的 如果说一个会员过来了 他今天消费了1000块钱 他今天就冲1000块钱 那我们办卡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条规定 我们对所有的会员都是承诺的 我们这边不满意 都退给他 徐店长表示 小兰和小董想要退还 各自卡里剩下的1000块钱余额 店里可以退 至于发型师 有没有和他们讲明会员价的问题 徐店长让那位叫鲍勃的发型师 来说明情况 对对对 问一下 给他做这个发型之前 有没有跟他讲清楚 这个799块 说清楚的 说过的 想问有没有跟他说过 这个是会员价 说过的 当时他投降的时候 我是跟他说的 有没有跟他说到 会员价是要办卡 当时没有说办卡 因为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冲2000就打对折的 这是发在我们吧台的 当他要烫要染的情况下 他肯定超过2000的 我跟你说过的 我就靠在桌子上 我就说这是折扣价格 就说这么一句 因为他可能没有太清楚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设计发型 因为他投降比较难做的 有没有给他看过 项目表没有 没有给他看过 有吗 但我跟他说过 有啊 有项目表 项目表拿来 项目表上标注了 原价和三档折扣价 799元 属于五折的价格 但记者没有在项目表上 看到享受这些折扣的条件 鲍博老师介绍 享受折扣的方式 在前台的这块牌子上 鲍博老师还说 两位顾客的头发 他做了五六个小时 还送了额外的烫发服务 以及店里的护发产品 现在顾客说要退一半的钱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伤害 没有沟通 他直接说我要退钱 这是我觉得 这是对我们的非常大的伤害 你知道吧 刚才我在家里 我还在想 我说如果你实在不行 你过头就叫什么 要不要要不要黄金眼 当时我想到他 你啊真的过来了 我都不知道 人生谁有八九不容易 如果有一个不满意 我就想退 但人要讲道理 不是什么事情 都找你们黄金黄八眼 说句心里话 我不是说贬低别人 他们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的消费的水准 可能不是在我的客人群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们对我的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的 知道吧 又不化妆 头发们又好 人家也没做了 我不是贬低他 但是我只是说我的 我还是照样 给他很用心的做好 您的客人 我很用心在做 我做的客人来林安 也当时都是高档的客人 我减得外是500 对吧 会员家是400 我觉得我在做 我觉得在林安这个县城 也算做的个人党事 也算还可以的了 后来鲍博老师 跟小董进行了沟通 表示可以对发型进行调整 我是觉得 他的头发本身就做过柔顺 头发很干了 他头发是贴头皮的 我把它烫松一点 对吧 烫一点弧度 那有可能昨天就是 烫的弧度 可能稍微卷了一点点 这并不做 给他烫这个螺旋卷 这个头发完全可以调整的 他觉得说 做完之后像 40多岁 那如果我说 40多岁 他是因为他小姐 比别的朋友说 他觉得像老气了 肖董和小岚表示 可以再和店家协商一下 协商不成 会把问题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3132% 4132% 5143% 6143% 6143%